我幫你解答一下這次這份業績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亮點 還是有什麼大家要留心的地方 其實整體來說叫做 可以說中開中改 或者是稍稍偏預計好一點 所以你說實際的亮點 其實就真的不是非常多 但是幸好就沒有進一步 造成一些驚嚇 因為其實說真的 大家本來都預計了今次的季績 可能比較一般 一來不是說是否壓你自己本身 我想只看整個內地的情況 就是過去一季 一來經濟開始有些放慢 二來最主要的疫情 都令到可能譬如上海那些 曾經封城差不多兩個月 所以這些因素 是一定影響著 季內的業績表現 這是很實際的 所以今次其實一般 就算之前的行業 都預計將它調整到比較低 所以今次你可以說 真的無論幾個大數 就是收入一個淨利潤 以及經調整後的利潤 三者的跌幅 都是比市場預期原本少的 就是叫做好過預期 所以也是因為這些因素 而令到昨天 你看到其實出現業績之後 美股那邊的盤錢其實是升了上去的 甚至開市之後 其實都是有率性 雖然升幅收穩窄一些 所以我想大體上也算是好過預期一點 令到股價是有少許的修正在 但當然當中 我想要望的都離不開幾樣東西 其實如果從細項業務去看 中國那邊的收入其實都是算是好過預期的 但是唯一可能比較頑微一點 就是增速比較慢 比預期慢一點的就是運業務那邊 因為今次收入得一成左右 但市場預估其實本身是一成三成四附近的 所以這裏會是差了一點點 但當然我想這個都可能要再望多一至兩季 因為始終阿里大部分的業務 其實都跟經濟是挺大的關聯度 甚至剛才提到 過去這一季的表現比較頑微一點 特別是內地的業務 為甚麼頑微一點 最主要是去淘寶TML那邊 始終剛剛GME 其實只有一個中的單位數的增長 特別是受著四五月份的因素拖累 當時剛才也說是疫情因素 但是其實昨天張勇自己也說 六月份開始其實是很穿緊的 所以我想可以叫做所謂望多一至兩季 就是究竟這個下半年 整體內地的經濟情況是怎樣 雖然你說現在 大家對今年要維持5.5 目標就沒有之前看得那麼強烈 因為內地自己也有一些口風 是類似放輕了一點 所以你說整體刺激消費的力度 可能沒有上升那麼大 但是我想 橫比上去比即是半年半年是比較 只要我想疫情沒有像上半年一樣 而令到又有封城又有幾個月 這麼嚴重的一個情況 收納緊的情況 嚴格來說應該好過上半年 所以你說從前景上看 我覺得你又不是算太過差 但始終真的要恢復一個很強的盈利表現 跟之前說一樣 要一個很長的時間 所以我想今次你可以說 好過月期一點 股價變相就應該在這些位置都站得住 但是真的要大升就難 但是上面我想暫時短性一點的網 可能105這些位附近 我想都是離不開 大概上下角10元左右 所以你看到下面很明顯 近期都是85、86面 現在95元 其實又是大概10元、9元左右 所以我想都是這大概20元 鬆一點的範圍 叫做先走 因為始終今次業績 就真的不會觸發到 對於股市有很大的一個變化 即是無論上下都是 所以我覺得都是大概這些範圍 繼續走 但是整體來說 都算是起碼沒有造成一個進一步 令到市要下跌的壓力 有幾位觀眾都想問9988 業績後的策略 就幫我們問一下 好像查理室的Timothy 就問說 可不可以投資呢 另外觀眾肥波 都問怎樣看9988 可不可以做投資的策略 大家都很憤怒 可能沒什麼信心 升完後是時候好消息也很出 觀眾何生他就有的 他就91元買入的 就是兩邊 一邊就想問投資的策略 或者是可不可以投資呢 另外一邊就是有貨 之前說91元買下 我想 因為剛才提到 就是現在阿里的價格 都可能大概真的 85落到105這些位 即是20元左右 現在剛剛卡在95中間 所以我想無論 你說真是想做淡也好 即是對後市真是淡也好 可能起碼等他 有沒有機會彈高多一點 譬如捉近100這些位 上回類似這個範圍的中上方 你才做下來 那個直播率又會大一點 因為現在卡在中間 其實就5050而已 而好倉位的朋友也一樣 就是90元一元 其實都是這個範圍裡面 所以我想很簡單地 不穿回日前86這些位置 其實不需要做任何動作 亦都是這個區間 看著在哪一邊去破 但是當然我想說回 為何大家都 那麼順利 或者覺得可能一般 說真句 剛才提到 就是業績 大致上不可不實 但是媒主說真的很有驚喜 或者很大的亮點在這裡 所以都同意 其實你說要大升 就真的難 剛才說了 而二來我想 撇除業績以外 其實大家都會關注 就是近期說的 壓力可能被軟負減持那邊的因素 令人減少的因素 雖然不是直接減持 就是透過現身公司去做這些因素 但是始終都會可能 有些擔心 就是對價格會有些壓住的陰霾 這個亦都不排除真的有這個可能性 但是這件事就很難估計 是不是現在立即會連續估計 是有一個很大的下跌 剛才說的就是 你可以去審慎看待短期的因素 但是我想等高多一點 例如約100元或者100元 鬆一點這些位置 才去做 我想那個直播率 可能會大一點